這個Part2 我就想加一顆燈給我的多士爐 所以我在這裡多加一組線 這裡 多加一組線在這裡 我就選這一條 按參法 再選這堆Polygon 我先做第一次Bevo 記得轉這些Mode 有不同的Mode來轉 我現在要組成Normal 這樣縮小一點點 OK 這個計劃 看看 我不特意弄硬在那邊 因為我不做夾線 因為我也想它軟軟的 這樣就刪了一個Extended Primitives的Charm for Box 讓我把這顆軟軟的燈放進來這個洞 先穿在那個角度 先穿在那個角度 好 想做一個按鈕 所以我就選擇 Ascelita 好 然後就想做一個按鈕 所以我就選擇 好多一點 再選擇 我快要把這個項目放進去 謝謝 還不是 沒有 除了正面和背面沒有選擇 然後做Bevo 轉去Normal 將它改為星星形 再做一次 按Turbo Smooth 你看到有顆星的樣子 如果你想轉角度數字更好 可以按著這個 按著這個每五圍一個單位 沒有小數點 再做一個按鈕 先給它一條節省 沒有節省 我選擇Edge 選這堆線 Connect要兩條 這裡有Connect 也是要兩條 我們可以選中間 這個Polygo Extrusive它進去 還有一條節省 在哪裡 裡面 這裡 這裡 有些百分的 動融合 這裡 這個 這裡 我再選擇這個Polygon 這樣會漂亮一點 先做Bevo 縮小一點點 原地縮小的 然後再做第二次Bevo 就不縮小了 然後再縮小一點點 近一點看你就會看到 OK 這個樣子 那我再extrude它進去 咦?這件事有點奇怪 在我extrude它之前呢 先先 undo 選擇所有東西的Ratex 按一次Write 這裡 小一點 小一點 1 那 那 把那些近的點 合了它 再一次 對了 你見到合完呢 就少了很多 這樣 這樣吧 這樣吧 那它將近的點合了它 太多了 我仍然可以 我仍然是 我仍然是 合得太多 應該只有三幾粒 是分開了 怎樣 0點 1 試一下 OK 然後再extrude 這樣 隨便 好 那這個面子我們自己弄走 對 刪除了它 就可以了 好 再一個type of smooth看 你看到 你見到 它關掉了 edge face 它就有條坑的 OK 這條坑是用來給一個 多士爐粒按鍵用的 那我給一個edit poly 那我給一個edit poly 那你如果覺得難看 你可以右看你的按鍵 按 Isolate selection 它就幫你暫時 隱藏了其他東西 才可以看到你的按鍵 OK quieter могу 好 我 嚇 obra 好,那這個就是我粒仔 薄點的底 好 結束了Isolation 好 那我完成了我的多士路 如果你想要腳 你可以自己加腳給他 我這裡不特別示範了 好 那個爐腳你喜歡什麼樣子 就自己設計吧 你喜歡四隻腳好 兩條好 OK 我會比較地板 因為我不想影片太長 按EZ鍵可以zoom in你的物件 記得不要穿著中文書法 好像我一樣 你按不到 shortcut 換落支 太陽燈 Standard Skylight 隨便找個地方 用Render Settings Make sure you hit Scanlight Advanced Lighting 打開Light Tracer 就可以Render了 這個就做起了那個爐樣子 那你可以把爐放在你的桌面看 那就可以Save你的file了 來吧 謝謝